最近,广西的黄女士报警称,自己两岁的儿子失踪,因为自己要去上厕所,孩子就放在客厅内玩耍。 但是自己忽然听到孩子很恐慌的两生妈妈后,黄女士就赶快出来,这时候就发现孩子不见了,因为家住农村,房子外面是一条水渠,妈妈就想会不会是孩子掉进水里面了,于是报了警。 但是民警打捞几天依旧无果,由于是在农村,条件不好,线索也比较凌乱,目前没有关于孩子的信息,目前只是希望孩子是出去玩了走失掉了,而不是遇到了什么危险,但是不排除孩子被人贩子抢走的可能。 !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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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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